互聯縣疾安分局長吳思漢 今年6月突然遭到無黨籍的縣議員林元富指控介入他的家庭 和他的妻子陳秀玲交往 甚至共同涉局謀殺他 縣議員林元富1號是召開了記者會 先生說法整個事件的始末 6月19號到現在案發40多天 老婆沒有來看過我 他也沒有關心我的傷勢 我當然是傷心 那更傷心的是他這期間也持續的關心分局長吳思漢 他的心情是否有平安 我老婆還替分局長求平安 甚至於還到廟裡公廟來幫他祈求是否能夠幫 武士漢能夠逢兇化解 這是讓我很心痛的地方 那我再次要重生 那吳思漢 那吳思漢議員的老婆不是你可以這樣再來再去的 再來 這個 事情發生過後 這個 你竟然還跟 教我老婆 串供 對外 要如何說 如何講 雙方達成一致的供詞 這邊都有證據 這邊都有證據 那這些資料我也都提供給檢察官了 都提供給檢察官 那 啊 案發當晚 在 極安分局人理派出所 製作筆錄 當時你人 分局長你是在泡茶區的 那 你 教導他 把整座事件 誘導為家暴案件處理 還提供他 你可以申請保護令 那保護令也在 昨天31號 家事法庭開過了 那 我老婆確定在8月31號以前 要搬離 住處 也就是 吉安鄉中正路一段239號 那保護令期間為一年 那我也是希望 老婆你可以好好的生思啊 那你在臉書公開說 不愛我 根本就不幸福 不美滿 那原婦也選擇放手 我也祝福你 既然你跟他 那麼相愛 你也 向我承認你喜歡他 是你在追他 那我都接受 但是 你是兩個孩子的媽 你是兩個孩子的媽 我還是很難過 那 我選擇 也尊重我老婆 當然我受傷 我也有提保護令 那我希望兩個人分開想清楚